-你從哪裡來的? 台灣 -你好 公視發財 -公視發財是好話 -台灣人來的台北 -台灣是歐斯坦人 無依人 -台灣是台北 中國是中國 -中國為中國是台灣 -美國是習近平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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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為了要賺你的錢而這麼說的啊 我只能說啊 我本來就要買 而且是我主動要購票的 他還主動給我打折用C位的錢去買A牌的位置 我時候還特別去美全公的網站看一下 A牌一張要75歐元 還有簡體啦你們自己可以看到 我們才買45歐元一個人啊 不僅聽到我們想聽的音樂會之外 還一起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還有比這更爽的事情嗎 一舉兩得 當然啊這一路上在不同的城市多少都有被一些人認出來 一起讓粉紅破防啊 一個字 送 連你們淘寶貨物自己都在搞台獨 你看上面國家給我寫台灣 按這麼說淘寶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抵制一下呢 你們抵制不了 因為沒有淘寶沒有那些什麼東西你們活不下去 缺了這些你們就跟廢財一樣 地址還給我大大大寫什麼 台灣屏東縣 說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屏東縣 還有前幾天中國與南韓在世界盃 遇賽 以0比3 的成績輸了 結果有中國球迷對韓國觀眾 比中止 甚至還有一些人跑去施捨 舉著韓國國旗的民眾 甚至還把他們 拍成影片啊 PO上網 痛罵這些韓國人 在中國的領土上舉著韓國的國旗 那你就限制他們入境中國不就好了嗎 是斷玻璃心啊 這一個球賽 本來就有 主隊跟客隊 本來就是有兩方的人 去比賽 不然你中國人跟中國人的隊 五星旗舉著五星旗的隊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隊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隊 來比 斷玻璃心 不僅啊 我們的國旗啊 中華民國的旗幟 傷害了小粉紅 現在連韓國國旗都在傷害小粉紅的民族感 少了一個日本也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有小粉紅做了橫幅 在上面寫著什麼 端午節是中國的 來嗆韓國 韓文跟英文一併步上 大家有沒有發現亮點 後面舉牌的人拿著什麼 文明觀塞 還沒有寫韓文啊 你就知道是誰數字低落的對吧 請中國人啊 文明觀塞 小粉紅愛在海外說什麼 為什麼一些觀光地區啊要寫著 勤務拉屎啊或是勤務怎樣怎樣的簡體字言 是在針對中國人是吧完蛋我要再發這個快手發小紅書上舉報你 結果你看你們自己深圳的球場 體育館也是舉著牌寫著簡體 卻不寫韓文跟英文 你在笑死人嗎 你怎麼不說在海外 看到簡體字的可能是針對馬來西亞或新加坡人 可見你也心知肚明嘛 你竟然有這個時間跟這個閒錢去做橫幅 你不如 去幫助那些爛尾樓在維權的人做橫幅吧 還有這個河南村鎮銀行你上面打 還我錢 河南村鎮銀行請中共幫我做主 你也知道做這個沒笑對吧 所以你才去做這個 雖然如此啊 但小粉還是在維靈台灣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帶大家來看一下最近流出來的一段 新疆小學 裡面的這個老師啊跟校長是怎麼教自己學生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 北京到 天津到 新疆到 香港到 澳門到 台灣 台灣 他在那 他在這兒 你 大家 在這兒 台灣 到 現在 全體都有 我們的祖國 一點 也 不能少 來來來我想問一下就是沒有舉牌的那些小粉紅啊 他們是 哪個省的 還是未來還沒有被統一的比如說像越南啊朝鮮啊南韓啊這些 因為他們以前也是你所謂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你們所謂的王朝占領的一個地方啊 這些將來都要回歸的啊 海生威啊 海生威未來也要回歸的 看到這裡真的是 哭笑不得 叫一個不是台灣的小孩 演台灣 然後 還安排 叫台灣幾聲台灣不了你 還安排什麼呢澳門跟香港去拉台灣 最後還讓一群人指著台灣說你家就在這 這就是你家 這個家是多可怕 原來家是強迫結合成為一個家的 還要 別人跟你講 這個是你家 我們往另外一種邏輯說啦 既然你說中國是台灣的家 那家的定義是什麼 是不是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不然呢 我回我家不也是這樣嗎 誰回自己家不是這樣 你回你家你還要申請時間啊 你還要看這個時間出入證啊 那是你家嗎 你不要把中國人的小區 在特色管理期間 在爛尾樓的那一套 拿來套在我們正常民主國家的人身上 出入證這個你們應該很 耳熟能詳吧 我就問嘛 如果一個家不是你的家然後公安可以隨便進去住 尤其是聖上到訪的時候 你還不准靠近門窗 請問那個家還是你家嗎 你買房子要幹嘛 是要給黨未來強拆用了還是爛尾樓 繼續還房貸啊 這讓我想到歐美電影裡面有一些橋段也是如此 這就是你家 你 自古以來就是屬於這了 多可怕 真人版 石鏡秀 看到新疆小孩如此 被漢本位的中共洗腦 大搞 中華民族那套就非常心寒 這就算了 還讓他們小孩說台灣是中共國的 相信他們為族父母看了也是有苦難言 我們自己新疆都已經講不出話來了 你還去教我們小孩說台灣台灣台灣 連新疆這樣民族性 都被中共制服了 台灣人的民族性確實還沒有那種 西藏啊 為主那種地方票刊 而且他們也是聽信的所謂的和平條約啊 才讓他們現在變成這樣的地位跟處境 你知道在這個西藏跟新疆你要申請護照是很難的 如果你申請到護照啊 你回國有些人啊是要再繳回去公安局的 你認為台灣 真的變成中共的一部分 我們的待遇會比 西藏跟新疆還好嗎 我們有過民主自由 他們沒有 你說 所以當我們台灣還有武力跟外界支援的時候 千萬不要自費武功 天心那些勤快啊 你們不會希望 我們下一代的台灣人說什麼 這就是你家 你就是中國人 我就是中國人 愛黨愛國 這個幻想風領巾 讀剩下的思想讀本 這樣的噁爛的環境吧 應該不會吧 前幾天我看到 BBC在台北的街頭 採訪路人 裡面的民眾各自說了 願不願意打戰 防衛台灣這件事情 阻止中共入侵 你可以聽到有人說願意 也有人說不願意 這在民主國家 非常正常 所以小粉紅拿此來笑 你看台灣人有人說不願意去保護台灣 首先我想問一下 BBC你們粉紅說是造謠媒體 結果你們現在要拿BBC的這個 街訪影片來請笑台灣 你怎麼不說人家造謠 這個時候BBC就可信了 在中國 你們最好接受黨媒採訪的時候 你會說不願意 去採訪那些爛尾樓 除戶的時候 讓他上黨媒的時候 你確定他敢說 他家自己爛尾 他會說什麼 這個盛上黨中央已經幫我解決了 私底下根本就沒有 我相信你們都懂我在講什麼 你們連在中國的社交平台 或是遊戲直播 都不敢直接罵盛上 不然你說一個試試 不是你想不想罵 而是能不能有這個行為 你自己非常清楚 中國的各大平台 都有黨支部的審查 你自己 行制度 不然為什麼這麼多秋後 為什麼多學生在那邊違學 我們即便是在講中國自己 學校校內 跟校長 跟校委書記 黨委書記在抗爭 都可以被秋後了 你認為 這種 所謂的中共黨中央 是不會被秋後的嗎 你要確定 前幾天是 一周年的新疆大火 網上很多人 透露說什麼 一年前的新疆大火事件的周圍 很多警察 還陸陸續續在盤問 說你們最近是不是有什麼計劃 是不是要搞什麼悼念或是紀念的活動 繼續看李老師的推特吧 證據都在上面 你們各個嘴巴都很硬 結果事實上是 連 農館 城館都打不贏 浪尾柔 欠薪 得不到好的賠償 還要被打 結果你們這點戰鬥力還說要打台灣 跟你們說一個事實 台灣人目前公開願意保家衛國人的比例 已經高於 烏克蘭被入侵前的比例 烏克蘭我們也看在眼裡 在這個民主國家來說 已經很高了 當然了你們可以說 你們勝上 全票100%通過 更高 你們說不定拿到槍連保險都不會開 子彈說不定你還給我裝反 矯正那個槍的那個準心 估計你們都不會 每個人有自己習慣的那個角度跟那個位置 所以 你不要以為地上撿到一把槍 你就可以射得很準 不一樣 說不定那是人家的習慣 跟你習慣不一樣 估計我不說這個你們也不清楚 一直在幻想自己家裡有這個飛彈按鈕 砰 咻 戰爭結束 繼續玩你們的吃雞好不好 先問問你們家解放軍火箭軍 正副司令 哪去了 你在跟我說 飛彈炸下去 結束台海戰爭 放眼望去啊 本來就做不到70%或是90%的人會挺身而出 保衛自己的國家 保衛自己的這個 周邊的人 自古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 這樣的案例 就連你們自己抗日的時候也是啊 你能說70% 90%的中國人真的有起勝抗日嗎 沒有吧 希臘城邦在面對波斯侵略的時候也是如此啊 雖然最終是贏了對吧 但是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戰爭之中也是各種的放推人眼啊 甚至互害勒 城邦之間還在互相戰爭 英法等國在惡戰中也有非常多的民眾想要放推或是投降 想要跟這個 德國簽那個 和平協議 算了啦 反正能拖一拖就拖一拖啦 即便 自己是遭受到侵略 膽小懦弱怕死 這就是人性 這可能就是生物的特質吧 所以我們也 不會去嘲笑這樣的人啊 但這有個前提啊 也請你們這些人啊 不要去貶低或是抹黑有勇氣願意擋在你前面的人啊 如果你堅持要因為自己的懦弱膽小怕死 而找藉口去抹黑我們 那請你先公開的批判 岳飛 文天祥 李順成 莫娜魯大 聖禦的 華盛頓 有沒有吉普遜導演 飾演的英雄本身這部電影 我估計你們也很討厭吧 斯巴達這部電影 我估計你們也是很討厭 投降就好啦 跟波斯簽和平協議就好啦 對吧 以上啊 我講了所謂的 古今中外 什麼韓國啦 法國啦 美國啦 抗蒙古的這些人 我通通都講了 我們台灣原住民的我也講了 所以啊 這些人啊 有一個特質就是 他們保衛自己的家園 他們 去對抗侵略者 所以啊在你的立場來說 這些人 都是非常可惡的 對不對 好戰分子 好啦 估計你很喜歡勤快啦 就這樣啦 今天影片到這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小姐 拜拜